頂尖各位傳農投資朋友大家好 好 瘋了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一個大盤翻攤 但大家不希望 在上演禮拜二的一個走勢 談一天結果大盤又快速破底 我們就要來觀察一下 今天的反攻到底延續力夠不夠 其實這一波我們很明顯看到 這大盤狂殺融資 你看昨天這大盤在破底的同時 融資續砍又減了37元 那很多的一個各國融資殺的一個速度 更是非常的凶猛 你看包含像長榮 陽明 萬海 哇 這融資天天在減 而且減的一個幅度跟張數非常的多 台積電也是06減 另外還有誰呢 包含了像是我們下一張看到 友達群創 星星 長榮行 其實明顯很多都有出現 融資在減的一個速度 蠻快的一個指標 那因為這些融資快速在減的 全之股 今天的回穩 好像很讓大盤開始有點展開 反攻氣勢了 這個氣勢有沒有辦法延續 你的判斷是什麼 好 我想其實在今天的一個行情裡面 指數是直接跳光開高往上走 那我們看到最弱勢的 就是所謂的一個貨櫃航運 今天全部都站上了 那昨天跌破百元關卡的長榮 今天直接跳光開高之後 也重新站回了這100元之上 那我們再看陽明也是一步 但是比較特別的操作是 投信這6天 積極的買進陽明 卻是積極的賣出了長榮 那所信今天兩個股票都是往上漲 我覺得這個會讓市場信心回復 再加上說你看今天的全之股 台積電 它其實在這裡面 也沒有再繼續再破底了 它一直跳光開高之後 手穩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 包括是254聯發科 今天你來看 昨天還很慘 那其實今天也指穩了 好 那我們昨天其實跟大家報告說 現階段的行情 它是屬於一個 跌升性的一個政黨 準備要進行反彈 那既然最弱勢的股票 都已經在指穩了 那我就提醒大家說 昨天我們跟大家報告 你可以去看電子股 我會比較早 先找跌升的IC設計 那你看 昨天的聯發科 雖然帶動了 這個IC設計 比較弱勢 但是你看今天 我們跟大家所提醒的 像創意 昨天其實它並沒有跌 或漲6塊5 然後今天怎麼樣 再漲12塊5 那昨天的 像653E的愛普 昨天也沒有跌 它漲3塊 今天再漲6塊 甚至於是 我們在說的資源 這一波其實最弱勢 它昨天也指穩 所以最弱勢股票 既然指穩了 這邊就要去找機會 那哪一些是機會 整個盤面上來講 其實這一段以來最強的 還是我們跟大家報告的 測電 那玉龍今天是屬於什麼 大家前一段時間跌得太慘 那他又創新高 今天他是把空間讓出來 給其他的股票進行反彈 所以我說今天相關的一個車店 還是有強的 像1319的一個東洋 但是他你看 他昨天其實 其實就比較沒有再進行漲到了 所以他是屬於說 在這裡面還是相對穩的 但整體的族群是相對強 那我會認為說 相關的車店 你要去找擴延的 還沒有漲到的 我覺得會是機會 已經漲的 你看今天的玉龍 今天的東洋 雖然大盤大漲量賣點 但他們的一個走勢 是比較屬於什麼震盪格局 所以你去找延伸的 另外今天還有一個很強的 就是這個元宇宙 其實這幾天 這也是我們在講的一個 操作上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當沒有獲利的公司 在這裡面 卻因為題材開始會帶動 這會吸引了一個投機的資金 那投機的資金如果進來的話 市場氣氛會比較熱絡 我覺得這個是必要的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宏達店 威盛 華遜 還有像位數 甚至於是 這個所謂的預創 全面的一個飆涨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把氣氏帶起來 好 氣氏又帶起來 再加上說全資股 貨櫃黃銀 這全部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牌 應該有機會 繼續進行反彈 那要怎麼去找 你要去找 我覺得就是同時有車店 然後它又具備 元宇宙概念 然後它現在最好還是有活力 因為大家會詬病 元宇宙很多公司沒有活力 甚至於是連營收都還沒有 所以我用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幫大家找到一檔個股 是代號3059的華金科 我覺得這個時候 應該是非常可以 跟大家來報告這檔公司 關鍵就是 因為華金科本身 它本來是運用集團 先講車店 那車用的一個鏡頭 在未來使用量 一定會非常非常大 那誰會最受惠 我認為華金科就會最受惠 光是這一點 我就覺得投資朋友 應該要先去特別去留意它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現階段我們在看 整個元宇宙概念 元宇宙就是要鏡頭 就是需要這一些的一個 光學的一個元件 那華金科本來在這個部分 就是神根 重點是 它旗下還有一間巨金半導體 那這間公司非常厲害 它主要是在做什麼 邊緣視覺AI運算 這個部分是現階段 我們在看整體 這個AI邊緣運算裡面 最重要的一塊 而且它是跟高通進行合作 而且它有實質的一個產品 包括說像在日月光大廠 他們在高雄的K23廠 就是使用這個 這個華金科的邊緣運算的 這個產品 然後再做所謂的 AGV的無人搬運車 所以它跟國際大廠 在最近合作 那我們再看一下 高通最近 它相關的概念股 其實表現也都非常強 所以我說有這兩塊 然後再加上說營收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現階段 我們再看 像2498的宏達店 真的比較可惜 它今天股價雖然很強 但是去年是虧3.75 第一季虧0.92 今年的營收 從1月到5月 除了2月是年增40% 但它的比例也相對低 就3.19億 基本上每個月營收都是衰退 但是我們看3059的 一個華金科 請大家看 它1月的營收 是11.96億 這個是什麼概念 這是月增16% 年增93% 2月天數這麼少 過年時間是10.53億 年增98% 3月13.23億 這個月增25% 年增是58.89 那4月因為上海封城影響 出貨第一眼之後 它只有6億 但年減19.8% 可是5月回升了 5月已經來到11.71億 月增95% 年增57 以它這個態勢來看的話 第一季賺了0.46 去年全年賺0.85 照理講今年應該有機會 賺2塊錢以上 那如果以這樣子 是大幅成長 再加上營收持續性的 一個往上升 那明年就更可以期待的是 除了整個車用的 一個鏡頭會大量使用 哇 它會沾到 玉龍的光 那另外一個就是 在本源運算的一個 發展 最後還有一塊 就是它在手機影上 ISP的這個處理晶片 這一塊比較特別 因為全球現階段 所有的手機廠 除了三星和華裕 有自製的 ISP晶片的一個 這個部分之外 所有大廠都要買 都要外購 那明年這一塊 它的一個認證 在今年陸陸續續的送出之後 一旦認證通過 明年的一個爆發力 就會非常強 尽管手機現在看起來 大家覺得說 哎呀 消息電子沒有很好 但是對華金克而言 它的這個手機 ISP晶片 是從無到有的新業務 再加上整個車用鏡頭 我覺得現在這個價位 還有法人 外資持續不斷買進的一個 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充滿慢慢堆積 這個位置 投資朋友應該可以好好來去做留意 好 那豐如你快速幫我們看一下 貨櫃航運股好嗎 因為今天 哇 跌身反響 公共氣勢來的 還滿搶眼的 剛包含了台華 投控股價 還一度觸及到的是亮燈 掌停板 台華呢 這除息之後 這日K出現連黑 今天終於是來一個 比較像樣性的反彈 這個顏董真的出手 神抄底嗎 今天貨櫃航運的一個反彈 你有什麼建議大家操作 還在裡面的 或是還沒有出 還沒有這個進場的 你有什麼樣的不同的建議 好 我想其實他這邊是出現 第一天的一個反彈 但是他那個亮燃這邊來看的話 其實包括像台華投控 他亮燃也沒有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會認為說 他要正式站穩了五日線 我覺得先考慮三天不破底之後 你再來去做做布局 尤其是最近出全息的一個 氣息賣壓都非常非常的強 那下禮拜其實 比較擔憂的 就是2603的一個長榮 因為下禮拜他要出息 配18塊 那所以這個星期 他必須穩穩的站上100元之上 而且五日線現在在103塊到104塊之間 站穩五日線三日不破底 在整個操作上面上 我會認為說可以期待他的反彈 但請注意反彈他的長線的一個 這個景氣依然是比較嚴峻 反彈再去做一個解碼 至於是空手的投資面 我認為搶反彈 搶他比較不是一樣 因為上漲套牌壓太大 像跌深的電子 那未來景氣發展向上的 尤其是我會建議投資面 可以開始注意 我昨天所說的 這整體的一個 半導體IC設計的部分 我覺得這邊有很多股票 都已經慢慢浮現了投資價值 投資面可以下去做留意 是的